平時要睡 萬兔睡 KID 不要在那邊笑人家英文 不然下次你講 報仪馬祖 先讓大家喝水休息一下吧 可以啊 11號是哪一個啦 控球啊 我現在頂點頭的那個喔 他什麼名字 他叫老人家 跟你一樣 不可能你在那邊休息這麼久吧 對啊 立哥喔 太穩啦 穩一個來看一下 沒進啊 不是 你知道剛剛 上一場韓國有一個 那個光頭 他有一球抓輕功籃板 補進去 直接回頭 跟隊友比這樣子 結果球沒進 然後所有人 他隊友跟他說沒進 然後他都拿他自己笑出來 我也會問一些本組他們的笑 OK 那他亂啦 Tank State corner Tank Miko 你有3 11 11 11 Shooter 視線卡位 你可以站起來 欸欸欸欸 我們可以站起來 但你站起來 哈哈哈 你可以打擊 你懂嗎 你懂嗎 他們現在說 手Cook的不要太上去 因為Cook不會那麼投籃 所以就是要推一點 欸葛哥建議說要不要把Q放在手Cook 然後AD去守Mooning 葛哥 凱燕你守3號 Leg Kyle got3 And Amigo got31 下一節可能先上 讓Amigo下的時候 你跟凱燕 然後凱燕去守他 然後你就守31號 他是Lefty 但是他的Shooter沒有這麼好 你守31或凱燕守3 兩個都不是太準的射手 OK所以可以幫忙多一點 對你跟凱燕都可以守 滾地球 Wide open 你可以打擊 但是 別擔心 欸如果你不想打擊 Drip a hand off 你看後來 手到了 哥哥你提醒一下Kenny 不要太輕略心 因為他現在兩範 而且Cook 他手Cook 他被過了就很麻煩了 好球 他會打擊 他會打擊 什麼動作 欸老鬼 凱燕再來凱燕 沒關係啦 那個時候Top Shot 但你現在可以先減少他接球 他現在會讓11號去控球 Amigo 提醒一下加法了 不要隨便犯規 一兩範的啦 先不要犯不要犯 不要太有侵略性 所以你看我剛剛說 你犯規那個 你要下來 可是你下來之前 我們是45比40 所以你寧願讓他得兩分 你就可以在場上 我知道 沒事啦 反正 但你下飯你比較控制一下 要不然你一下子 第四飯 只要一飯就這麼 對你就一定要下來做 因為 比法是五飯而已 所以你第四飯就很麻煩了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要調整的 我開會的時候要先講 就是注意藍本 包括鞋防Cooks 要鞋防更多 OK 對但是 Q偶爾還是要用 就是不要用那麼長 就跟Iron Brown一樣 再來哥哥建議是 Cooks的人 多做一點鞋防 但是二波要box out 你剛才可以一大四小上 但是 Joe跟Kenny都三飯 凱燕兩飯 Haden兩飯 所以你要覺得說 到底誰要先上 附肩下半場一定是先上 手區域你要注意附肩那個點 不要漏太多 尤其上面頂點附肩傳玩球 不要離他太遠 他那時候下來之前是45比44 就是他那次第三棒就分數就被拉開 對 他那種 所以他那種球乾脆就先上他兩分 然後他還可以留在場上 所以你再給他提醒他 我也有 我剛剛有 幫忙提醒 手12號的不要拆放那麼多 他只是沒勁而已 他只是一個非常好的射手 OK Kenny watchbacks out Kenny Austin Day 而且他會撤凳子 撤凳子哥要來了 撤凳子哥又來了 Amigo 手擬的人都比較小的時候 現在四小的時候 你就打到四號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直接站到四號位的LowPol 變Pol Down Joe 你守3號 Joe 你叫Hayden 或Kenny守 你有沒有發現日本守你 他不讓你過這邊 他就直接站這邊 他不讓你走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試試看 因為你寧願讓他突破進去的時候 他的Finish沒有那麼好 要換嗎 要換嗎 換一下 凱燕要換 凱燕抽筋了 他沒有講 他沒有講 Good pass Kenny 金榜 來前面啦 隨時要換人 在LowPol上來 他現在可以把Q換上來 因為他現在上LowPol 25 因為他現在上LowPol 25 因為他現在上LowPol 25 因為他最後一擊 我剛才建議說最後一擊讓你上去啊 我覺得可以啊 因為是我們球不會有犯規麻煩 也可以攻擊 Joe 凱燕繼續喔 繼續喔 2秒去打 Lay-up in Joseph Lin 4-3 Oh yes 3-front shot BANG 9-shot fire Rev Rev 他可以挑戰降級啊 這我上教練講習 我有學到犯規 可以挑戰降級 你看 我很認真在上課 所以你要撿 營養 不然他還是再來我 OK 萬多順 Peace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他能把 應該講得蠻多的今天 好 好 宣告 請 1 2 3 4 4 4 5 5 3 5 5 6